彭浩祥和麥希恩憑著致名與春嬌 成功奪得第30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編劇獎 電影講述兩個人在後巷食煙而踏上了 故事內容寫實,寫出了香港的文化 今晚早上 很開心獲得這個編劇 很感謝公司 其實兩位演員 余文樂和楊千華都演得很好 很開心跟他們合作到 也非常希望今晚千華能獲得最佳女主角 多謝 剛才太匆忙之後 講漏了多謝我城市大學裏面的每一位老師 特別是譚家明老師 許亞書老師和湯美瑜老師 也都多謝從我入行到現在 到以後一路以來 好幫助我 也好提攜我的前輩 每一位我都會記得你們 每一位我們都會繼續繼續走下去 還有沒有 你有沒有補充 我很希望千華能夠今晚獲獎 還有很希望打擂台能夠獲多獎 在內地下 獲得